今天我们继续看单狭凤的绕舍 我们家庭有一个狭凤 有个狭凤 那么它的宽是A 这边有平面光射入 平面光射入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摆一个凸透镜 在凸透镜的后面 它的焦距这个地方 就是焦面这个地方 我们摆一个screen 摆一个木 然后呢 这个 狭凤里面的这个平面光 每一点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新的点光源 那么它照到无限远的地方去 比如说照到这个地方来 照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批点 我们看它批点就会产生干涉 批点会产生干涉 这个是它的中间 中间 central line 那从这里过去的 这个是中间 这个是theta 这个是p点 那么这些点光源 都是 这里都是 同样的这个方向 就是平行线 平行线经过 凸透镜 就会聚焦在它的焦面上的一点 批点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批点 它的intensity是什么 那么因为每一个光源之间 因为这是平行线 所以呢 它们会有一个路径差 小小的路径差 也就是说 它们会有一个向差 有路径差就有向差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是 我们上一次不是把它当作七个 七个光源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画出来的 它那个facial 它的向量是一个多边形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把它这个光点 点光源当作是无限多个的话呢 那每一个之间的向差就很小了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一个圆弧状 我们把它分成无限多个 它就变成一个圆弧状 圆弧状 OK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最底下的这个 边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假定 是这样子 再来 这个是 这个切线 就是代表 这画得不好 画得不好 好 这个就是delta 这边 这边是代表 这边是代表 这个点光源 最后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 就是代表 最初一个是这里 最后一个是这里 它们的头跟尾 相差是delta 那么这个弧状呢 弧状就是 我们以前是七个向量 七个向量 用加法加起来 就同一个方向 那现在无限多的话呢 那么它 总量还是那么多了 就是说本来总量 除七就是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电场 那现在总量 总电场 被n来除 那它就是n个 对不对 就是n分之一个 那么我们说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 全部弧状 是10 全部的弧状是10 就全部加起来 我们以前是这样子 七个 全部 加起来 不是10 每一个是10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是 七倍的10 那么 全部加起来 那就变成一个 我们讲是 e maxima 好了 最大的电场 那我们这里就写 e maxima e maxima 好 那么 我们这个是它的 这个当作是 这个圆弧的 圆心 圆弧的这个 圆心 圆弧的圆心 好 这个脚呢 等于这个脚 因为这是半径嘛 半径这个跟这个垂直 这个半径跟这个垂直 就是说 这两边 跟这两边都 互相垂直 那么这个脚跟这个脚 不是相等 它就是互补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可以说 它是相等 因为都是锐脚嘛 这就是delta delta 好 那么 我们就知道 这个弧长 em 是等于半径 乘上delta 因此 它的半径长 就等于em over delta 半径长 所以这个长度就是em over delta 这个也是em over delta 那现在我们要看 delta跟这个em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向量核 这个核就是ep 我写边边一点 这个就是p点 这些向量到p点 到p点就不是这么一直话了 它就是这条 这条圆弧了 那个向量核 总向量核是ep ep 我们现在从这里做一个中垂线下来 因为这是等腰三角形 中垂线 那这个角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delta 所以ep呢 就等于什么呢 ep 我们可以看到ep 是两倍的这个长 两倍的这个长 那这个长呢 是等于 它呈上 它呈上这个 sine 的delta 它是等于 两倍的 sine 二分之delta 两倍的这个东西 ep是等于两倍的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什么 写成em 然后这个是sine 二分之delta 然后被二分之delta来除 就是这个 把它摆在分母 就变成这一项 好 那p点的这个 p点 是强度 它的intensity ip 就等于 ep的平方 这是个比例 它是跟ep的平方成比例 我们用这个 就把这个当作1好了 前面这个 系数当作1 那么这个就等于什么 等于 1 等于这个em 平方 phi 二分之delta over二分之delta 不是 平方已经写了 这平方 em的平方呢 就是这个central 就是这个地方的强度 就是i maxima 等于em 平方 OK 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i i m 平方 然后呢 这个平方呢 phi 二分之delta over二分之delta 的平方 那我们就令 这个二分之delta 是alpha 我们令 alpha 我们先写delta好了 我们先写delta好了 delta 就是 相差 相差 它是等于 二分之delta 它是等于二分之delta 现在是什么 是 asine theta 它是这一段 这个跟这个一样长的话呢 那这一段 就是 asine theta 这边是a 这个是theta OK asine theta 所以二分之delta 就等于 pi over limina asine theta 好 那我们再令 另alpha 是等于 二分之delta 另这个是 alpha 那它就是等于 pi over limina 乘上 a sine theta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ip p写成 所以中间的 central p的intensity 它是等于 central的 intensity 没有平方 phi alpha over alpha的 平方 这个是 这个p是什么呢 是由绕色 单达 单辖缝的 绕色 在p点 产生的 强度 单辖缝 绕色 在p点 产生的 强度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 值 带进去 就发现 这个东西呢 它是等于 sine pi over lamina a sine theta pi over lamina a sine theta 对于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intensity 你看 它是theta的函数 它是theta的函数 那其实它也就是 alpha的函数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pattern 画在这里 pattern画在这里 绕色的这个图样 画在这里 这个是代表ip 绕色的 绕色的 强度 好 这个就是alpha alpha呢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你们 我们现在看 当这个alpha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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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时候 那si alpha呢 就等于alpha 你不能把这个 当作0 因为这是 你把它 这个当作0 这也是0 这个也是0 那这个 这个 没有意思啊 我们就把alpha 当作很小 很小 很小 那么sine的一个 很小的 弧度 一个很小的 弧度 它的正弦函数 就跟这个 弧度值 一样 所以呢 当sita approaches 0 的时候啊 那么 我们知道 sine alpha 就是alpha 这个我保留 这个 这个擦掉 alpha approach 是0 好 那么sine alpha 就变成alpha 于是呢 我们就有 sine alpha over alpha 就 妈妈糊糊 等于1 妈妈糊糊 等于1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它的ip啊 就等于 i i maxima 就是i maxima 就等于i maxima 这个时候是最强 最强 它的intensity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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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 这个就是alpha 等于0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0呢 intensity 在什么时候是0呢 那就是 你不能 0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它从0慢慢增加 0度 然后到90度 然后又到180度 180度是0 180度这个sine的函数值是0 但是这个分母不是0啊 分母就是整个东西啊 要等于pi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负排 这个是一个pi 是它的minimum minimum的时候 然后到了minimum呢 三的函数又要起来了 又起来了 于是它又有第二个 second maxima 好 那这个 这个是多少 这是二pi 这个是负二pi 然后呢 因为 这个就没这么强了 这个 没有这么强 因为在这里头是 因为alpha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 这个值可以很 等于1 到这里呢 你 你 你这个 是二分之三pi 比如说你在这里是 二分之三pi啊 二分之三pi的sine是1啊 但是这个 就是二分之三pi啊 所以呢 小了很多 再来 再来 再来一个 好 三pi 好 这边 也来一个 负三pi 好 负三pi 又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pattern 暗纹的 这都是量纹了 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量的多啊 我们等等会看它的强度比是多少 它的暗纹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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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pi 等于二pi 等于三pi 或者等于负牌 负二pi 负三pi 就是负的 正负 mpi 的时候 我那个还是留在那里 我先谈这个 alpha 它是等于a a 等于pi 等于pi over lamina a sine theta 要等于正负 mpi 这个m呢 是从e开始 m不能等于0 等于0就是central bright 这个时候是什么 是暗纹 这个是暗纹 这是暗纹 那么 它这个intensity 你看 central这么大 强度这么强 这个地方 逐渐的变弱下来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的 亮度啊 是当中啊 很亮 当中这道是最亮 最亮 然后呢 往旁边的摔减下来 然后呢 到这里又有一个 这里一个 这个的宽度啊 只有central的一半 因为你看 从整个宽度是pi 但是central整个宽度是二pi 所以它的宽度呢 只有到旁边一个 就是一半 只有这个的一半 好 再来呢 宽度跟这个一样 但是更暗了 更暗了 所以它所看到的条纹呢 是这样 你们最好看书上的照片 书上有照片照出来 看得非常清楚 OK 好 这个就是 丹霞峰的绕色 M等于零 M等于零 M等于零啊 是 这M等于一 M等于零 为 中央 极量 极大 中央极大 就是在中央最大的地方 这M等于一二三 三才是最小 才是最小的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 丹霞峰绕色 丹霞峰绕色 好 那么我们现在 要看一看 这个 这个intensity 假定这个intensity 我们目前用的是 I am I am 好 那 这个呢 就是I θ 这是 θ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θ 等于第二个 maxima的时候 这两个intensity 它的比值是多少 这个很有意思 好 那么 我们就看 I θ 它是等于 I am 乘上sin sin α overα 乘上这个 sin α 不是 乘上 是错了 sin α overα 这个地方我们先写 先用小括弧 等一等 把α的角度带进去 我们现在就把角度带进来 这都是θ 这是θ 这是θ等于1的时候 这是θ等于2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角度是多少呢 2分之3π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maxima 它是2分之5π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θ的2分之3π 这里是 θ的2分之5π 因此 这个就可以写成 I am 大中 和 然后sin α α要等于2分之3π 那也可以2分之3π 2分之5π 2分之7π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m 加上 2分之1 加2分之1的π 这是α 那这个就是m 那这个就是m加2分之1的π m等于1 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旁边 第一个次极大 这第二个次极大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θ 就是直的 m等于1就是次极大 im就是centrobrite centrobrite OK 好 那我们 再把这个画一下 m加2分之1π 1 就是2分之3π 2 就是2分之5π 2分之3π 这正弦函数是1 2分之5π的正弦函数是负1 所以呢 这个上面呢 它就是 等于正 负1 不是正1就是负1 OK 不是正1就是负1 然后这个地方呢 那就要看你m是多少了 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平方一下 所以它是等于im 这个平方一定是1 一定是1 那这个平方就是等于 m加2分之1的平方π平方 那这个是m等于1 2 3 这就是次极大 m等于1 就是第一个次极大 m等于2 就是第二个次极大 那我们注明一下 就是第1个次极大 之强度 好那现在我们把ip ip 就是i theta i theta 跟im centralbrite 的比值 比一比 它就是等于 m 加2分之1 平方的π平方分之1 好那我们就看 好那我们就看 等于 0.0 负5 这个是当m等于1的时候 好 m等于2的时候呢 是0.0 16 好 等于 0.00 8 3 是当m 等于3的时候 你看 这个 跟这个比只有它的多少 4.5% 就是说 这个强度啊 只有这个强度的 4.5% 那就是说 百分之 还有这个 这更小了 百分之1点多 再来就是 百分之0.83 你把这全部 几小都加起来啊 还只不过是 个位数 个位数 那么因此 我们知道 它的强度啊 几乎全部都在这里 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在这个当中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就可以代表 这个pattern 它所在的位置 我们看 霞凤 好像你 你这个 不晓得 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 拿一个 发光体来说 你为什么看到 一个东西 会发亮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光啊 光点 一个点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点 点的东西 一个点 在那里 发光体 它经过我们的 瞳孔啊 瞳孔就是一个 单霞缝 不过它是一个 圆的 它是 它是一个 圆的一个 一个孔 它到我们 这个眼睛里头啊 它也是 有这么一个 绕色的pattern 不过它的pattern 不是slit 它的pattern 是这样子的 然后 周围 再来一圈 一圈 等等 我会把这个 方针式 写出来 好 这一圈 比它弱很多很多了 这个要更弱了 更弱了 OK 这个更弱 所以这个 就是代表 那一点 那一点的 其实成像 在我们的眼 是网膜上面 它是这样的 一个pattern 这个旁边还有 你看不见 因为它的强度 差太多 差太多 OK 好 这个是 中央的强度 跟 次级大强度的比 你在这里 要看出一个 一个大概来 OK 你就知道 中间 它所有的 这个 干涉的亮度 几乎都集中在 它的 central bright 这个地方 好 那现在我们 知道 丹霞凤 干涉 有这样的一个 条纹 这个条纹 其实啊 就是跟那个一样 那这个地方 是代表 最强 OK 这个地方 是代表 四强 再来 四强 所以我这个 画的不准 是这样子的啦 强度就是代表 这个很强 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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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强 然后转间的变弱 转间变弱 变成零 然后又变成 有个刺激大 再来一个刺激大 这个是 丹霞凤 好 那么以前我们看的 双霞凤啊 它的pattern 双霞凤的pattern 双霞凤 好 我们以前是画成这样子 这个 这个是低 两个 霞凤 当中的 距离 是低 那么它到p点 比如说也是我们这个p点 也是p点 好 那么 这个贾定是 theta 那我们知道 它在 ip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 i0 它有一个最强 最强的 然后称上一个 cos 平方 β 那么 cos平方 β 就是cos 平方 pi over lamina d sin θ 这个 α跟β 要一起记 你才不会忘掉 α 是等于 pi over lamina a sin θ β 是等于 pi over lamina d sin θ 就差一个 一个是a 一个是d 你一起记 你就会把它记住 你一个一个记 会搞乱掉 这个是 双霞凤的干涉 但是 我们要记得 这每一个霞凤啊 其实它都是一个单霞凤 每一个霞凤都是单霞凤 既然是单霞凤的话呢 它都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一个这样的pattern 所以呢 它有什么pattern呢 它有双霞凤的pattern 它也有单霞凤的pattern 那么单霞凤的 双霞凤的pattern 是这样的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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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这是双霞凤的pattern 但是 这个还是一个 每一个霞凤 都是一个单霞凤 都会成一个pattern 那 这不是两个pattern 叠在一起吗 因为啊 这两个霞凤啊 它距离有多远啊 有没有我画得这么远啊 有没有 没有啊 双霞凤就是 好像我们把男生 刮胡子那个刀片啊 两片叠在一起 然后在熏黑的玻璃片上面 一起画 不就两条缝吗 对不对 每一条缝就一个 一个霞凤 两条缝就是双霞凤 两条缝当中的距离就是低 小的不得了 它产生 它产生一个 这样的pattern 它也在这里产生这样的一个pattern 这两个pattern会不会错开很大 会不会 不会啊 几乎都在一起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当做 几乎这个单霞凤 就跟这个东西重叠在一起 因此 它这个时候呢 再把单霞凤的这个 效果 加上去 它就是变成这样子 那 零的地方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maximum这里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看有几条亮纹 这个是 双霞凤干涉产生的亮纹 然后到刺激大这里 也有几条 也有几条 ok 也有几条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都是零了 就没有了 那么 这两个合起来以后呢 合起来以后呢 那我们说 它的这个 效果 是这样子的 要 呢 那